本国血液库存降至身低 而加拿大血液服务局就呼吁民众要踴躍捐血 邱倩章讲下 加拿大血液服务局促请捐血者遵守预约 按时捐赠血液 因为目前本国血库库存降至身低 其中O型血只够3日供应 A型和B阴性血只够5日供应 B阳性血够6日供应 加拿大血液服务局发现人 星期六通过电子邮件表示 根据目前预约 下个星期预计无法完成3000个单位的既定目标 意味着国家血液库存将减少17% 自从7月1日以来 血液捐赠一直下降 在8月底之前 必须完成57000个单位捐血预约 才能够保证正常血液供应